黄河母亲成雕的作者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女雕塑家何厄 今年已是87岁高龄 每次见到何厄先生 这位满头银发的雕塑艺术家 总是获福安会草稿 写笔记或在雕塑着 足及上海金山 在大西北成长扎根的何厄先生 受家庭影响 自幼喜好画画 应该说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父亲有个好朋友 就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 赵旺云前辈吧 所以我们家里边经常有 齐白石的画 有张大千的画 还有赵旺云先生 他的画 经常在家里挂着 这可能是一个影响 有点牵一摸画 1952年由赵旺云推荐 何厄考入西北艺术学院雕塑系学习 成为西北第一个学雕塑的女子 开始了自己的雕塑艺术之路 在这个西北艺术学院 学习的时候 第一年是所有的都学 就是学美术的基本知识 第二年才分专业 当时呢 我就是因为发现了前面两个班 没有学雕塑的女生 我好奇加勇敢 就选择了雕塑 没有想到这个选择成为终身的一个最热爱的事业 当时还没有这种感觉 觉得苦啊什么 因为正青春嘛 所以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1955年大学毕业 何厄被分配到兰州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 1962年 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兼兰州艺术学院院长的程淑红 从学校选择几位老师去研究所工作 何厄就是其中一位 在敦煌 何厄找到了自己艺术创作的密码 如果没有在敦煌12年的这个熏陶吧 然后没有那次刻骨铭心的顿武 可能就根本没有黄河母亲 也没有一个现在的全新的自我 真的是从内心深处感觉到那种老祖宗的腿部 就是说老祖宗留下了千千万万遗产 遗产上我发现写完了密码就俩字创造 但是我去了以后我是认认真地在说 像那个194库的两个天王像 第一个天王是分配我去做的 过了几年又让我去做另一个像 中间休息的时候很无意的 就看看这个像又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三看两看我发现有两三处不一样 就觉得挺兴奋的 最后找下去找了13处不一样 我就兴奋不得了 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 你已经触摸到古代雕塑家的心跳了 他把他的才华就发挥到 把两个天王做成完全不同形象 不同性格的天王了 这就是他创造力发挥的 发到极限的一个表现 自此何鹅潜心于作品的创新 在创作中更加遵从于内心的感动 1984年何鹅完成了黄河母亲雕像的设计 我们是黄河儿女 我们的孩子也是 我们的孙子也是黄河儿女 母亲是永恒的 所以说这件作品的诞生完全源于自己对这个民族的情感 我在黄河母亲出现以前 我做了20多件作品 就那个时候我说唤醒自己的感动自己的创造 黄河母亲雕像影响于海内外成为兰州市地标 如今何鹅仍在创作 仍然有很多的艺术灵感 她说创造就是她生命力的原动力 就充满了热情吧 要我说就是你很爱这个时代 爱这个社会 爱这些人 就真的是这种感觉 就活着真好吧 我老爱说的